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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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鐵在七號上午八點左右 在通宵鎮路段 測到入侵告警訊號 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才發現碎魁禍手 是連日大雨 導致偏波滑動 土石入侵 部分列車延誤 還得靠接駁車來再送旅客 只有到台中高鐵站喔 謝謝 直接上去就好了 直接上去就好上去 對 一起來 一起來 他就走這邊 現場工程人員研判 邊坡含水量仍多 必須等到穩定才能開放列車 正常運行 下午新聞 蔡英宗博君陳炳豪 SN小組苗栗台中 綜合報導